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赵爱国牧师一家这样美好的见证 就是在艰难的时候 在疾病的时候 弟兄姊妹我们对神不失去信心和盼望 我们的神必然的医治我们身体的疾病 我们今天读一段经文 开始我们今天的信息 这是一个感恩的日子 我们在感恩的季节里边 我们也向神献上感恩 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看诗篇103篇 我们从第一节我们看到第12节就好了 好 我来读你攻读上帝的话语 弟兄姊妹可以看着我们旁边的经文 或者你打开你的纸板圣经 一起来怀着感恩的心来攻读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 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 凡在我里边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 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 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 医治你的一切疾病 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 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 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 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 耶和华实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申冤 他是摩西知道他的法则 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 耶和华有怜悯 有恩典 不轻易发怒 且有丰盛的慈爱 他不长久的责备 也不永远的怀怒 他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 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 报应我们 天理地何等的高 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 是何等的大 东里西有多远 他叫我们的过犯 离我们也有多远 哈利路亚 感谢主 当我们读了一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来到了感恩节 那我们今天这个感恩节 是个很特别的日子 第五四伙子说牧师啊 你看今天哈这个瘟疫横行 我的工作也没有了 那现在我的小店也开不了了 不管是餐馆 里发店啊 我们都遇到很多的难处 那这个我们在疫情期间 家人也不能在一起过这感恩节 你像我的家也是啊 我们这个家四口人分四个地方 我住在维吉尼亚我们母堂的教堂里边 那师母住在洛杉矶自己的家里边 那儿子在巴尔地摩 女儿在阿林顿 那我们这个在疫情期间 因为为了防止这个疫情扩散 我们还不能在一起 这个很多的遗憾呢 我们今天有很多很多的遗憾 很多很多的不公平 还有很多关心大选的地方 怎么说主啊 你看这个大选到现在 好像很多很多的不合身心意的事情发生 不管是选举的不公 做票 还有很多的事情 昨天 这个 不是前两天呢 这个 宾州的参议院 在这个格里斯堡 有一个听证会 我们在里听到了很多证人 来证明这次选举的舞弊 那么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觉得 神啊 怎么会有这些事情的发生 实际上这么多不公不义的发生 那这一年 我们都没有出门 那一年我们在家里边被隔离 很多的亲人生病 也有很多的朋友失去生命 那我们有什么可以感恩的呢 我怎么向谁献上感恩的呢 那在这个新冠病毒和大选的时候 我们经历这个特别的一个感恩节 这也是历史上很多时代的人 没有经历的一个时代 2020年 注定会成为历史上一个重要 的年份 这也是中国的一个庚子年 中国的庚子年从来没有消停过的 庚子年总是出大事的 所以2020年你出什么大事 你都不要觉得奇怪 都不要觉得奇怪 但是呢 当我们数算恩典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数算恩典 我们要凡事谢恩 对不对 当我们读到 基撒罗尼亚前书说 我们要常常的喜乐 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恩 那么凡事谢恩就是所有发生的事情 我们都应该向神献上感谢 那我们今天读了一段经文 我们感谢主在这感恩的季节 我们也刚才听了 赵爱国牧师美好的见证 那么在新冠病毒全家都被传染的时候 他是我们教会第一例啊 也是现在为止唯一的一例啊 这个我们将近十个分堂嘛 十个分堂在亚太 在美国 那我们这个只有一个牧师 就是一个教会的肢体被传染 那么这个 他这个过程 我今天早上跟他通了电话 他感觉好多了 他已经过了危险期 今天我们也听了他美好的见证 他也是从死里复活的 被上帝特别拯救的 我相信他跟我们一样 有很多感恩的事情 神也拯救了他在这个疫情期间 那我们今天 感谢神我们通过诗篇103篇 我们从三个层面 来分享我们对神献上的感恩和送赞 所以我今天在讲到的题目 是在困境中的感恩与送赞 我们知道大卫 这是大卫的事 大卫经历了生命的困境 那就是他被追杀 被扫罗追杀 那追杀 在追杀的时候 他逃亡 他经历很多的苦难和不平 但是他写出了诗篇103篇 那么这103篇的 我们分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我们看到 感恩的送赞 感恩的送赞 就是纪念神 一切的恩惠 我们看这段经文说得非常的好 这段经文说 我的心 你要称颂耶和华 就从里边 从里边称颂耶和华 我的心 你要称颂耶和华 不可忘记他 一切的恩惠 那这是一个 我们知道诗篇103篇 这个赞美的诗 他的结构严谨 庄严素美 那么诗人 首先提醒我们 一切的恩惠 救赎 都是从耶和华而来 从那个创造天地的 爱我们的耶和华而来 所以他三次说 我的心 我的心 你看他说 第一节 我的心 你要称颂耶和华 圣体说 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让我们的心 常常的属于神 我的心 你要称颂耶和华 凡在我里边的 都要称颂他的圣名 我的心 你要称颂耶和华 不可以忘记 他一切的恩惠 那么耶和华 有哪些的恩惠 是我们不能忘记呢 大卫讲了五点 那么第一点 罪得赦免 他说你看 你赦免 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 所以我们赞美神 首先感谢他是因为 他拣选我们 他赦免了我们的罪 所以没有人可以控告我们 因为神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 所以感谢神 那我们今天我就讲说 我从我个人来说 我特别的感谢神 那我感谢神赦免了我的罪 让我成为他的儿女 感谢神把我带到美国 让我可以脱离那蒲鸟人的网络 感谢神给我家庭 给我儿女 让我有一个完美的人生 那感谢神 让我和弟兄 怎么一同来建造教会 能够祝福很多 和我们一同 或者前后脚 来到美国的新移民 那感谢神 也让我们教会 走过高山低谷 我们今天还在上帝的爱里边 建造 我们也感谢神 经过了将近一年的 瘟疫的思念 神保守我们平安的 来到这个感恩的季节 到了2020年年底 我们相信神会临到我们 现在2021年 那是一个给我们更加挑战 更加丰盛的一年 我相信 所以我们要感谢神 那凡是先你想到 你有多少来感谢神的事情 你就想 你想念想去 哇太多了 因为神的恩典是数算不完的 你越数算 恩典越多 越抱怨 你的忧愁越多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在患难中 要欢欢喜喜的 来感谢我们的神 那么第二点 我们看到 他是圣经说 他赦免你现在罪孽 医治你一切的疾病 不管我们赦免你那疾病 我们都得到医治 赵爱国一家 得到了医治 他们感染了新冠 神带领他们 走过了死因的忧骨 那我们洛沙基分堂的 Linda 得了这个癌症 上帝医治他 走过了死因的忧骨 成为新造的人 不仅他 他的全家都被神所拣选 我们不管我们 有多少的软弱和疾病 耶和拉法的神 都会医治我们 所以我们要纪念他 第三点更重要 他说他救我们 脱离一切的死亡 他救赎你的命 脱离死亡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个讲到说 我们被拣选 我们有一天 会有永远的生命 会有永远的生命 今天我们 我们肉体会一天的朽坏 但我们心会一天 心死一天 他也说 他救赎你的命 脱离死亡 以仁爱和慈悲 为你的冠冕 这个冠冕 就是我们头上的这个帽子 也就是奖赏 你看 这个运动员 跑到最后 奥林匹克会有一个冠冕 这个奖赏 上帝给我们荣耀 给我们仁爱 慈悲 为我们的冠冕 然后呢 他用美物 使我们知足 然后以至于 如鹰反劳反动 这是第五点 就是我们可以如鹰反劳还同 感谢主 那这个里面 大卫告诉我们 不可以忘记 我们不能忘记神的恩惠 不可以忘记 不可以忘记 我们要数算 他一切的恩惠 他这里面 这一段经文 他用了五次提到神 一切的恩惠 一切的罪孽 一切的疾病 一切受取的人 一切被造的 所有的一切 都应该向神 向上感谢 向上感谢 所以呢 他是美物 他纪念我们在地上的寄居的日子 在我们地居时 他给我们美好的家庭 给我们情感 给我们爱情 给我们美好的食物 给我们快乐的生活 给我们很好的弟兄随便的人际关系 那这些呢 都会使我们返老还童一样 这个像鹰一样的返老还童 我们的鹰的寿命是达到七十岁啊 那么他会到过了二十年 那么他就会重新的来把他羽毛 重新换一次 他把它雕掉 重新长出新的羽毛 他还可以再活二十年 然后他再来一次再可以活二十年 所以他会活到六七十岁 是他不断来更新自己 所以他就可以像我们信主任 可以像鹰一样的返老还童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刚才看这些五点呢 非常重要啊 所以大家看啊 这个你看 这五点告诉我们说 他我们罪得赦免了 我们病得医治了 我们脱离了死亡的捆绑和咒读了 我们如愿知足了 那我们呢返老还童了 这是在基督里面 我们他有这样的福分 所以感谢神 你看大卫这诗篇写的多好啊 这个用在感觉特别的重要 那有的弟兄姊妹说 那我们这世界上遇到很多的不公不义 为什么神不管 我们祷告神也没有说 立刻就把这些公益从地上除去 让我们活在一个只有神掌权的国家 只有神掌权的国度 还没有 那我上礼拜跟大家讲到了哈巴古书 哈巴古跟我们一样的想法 哈巴古也说 哎呀这个这个 看到耶路撒冷的罪恶 那个公益不章 那君王腐败 然后老百姓每天都是这个吃喝玩乐 根本就忘了属灵的事 那他就跟神抱怨 神你为什么不管 神说我要管啊 我要用加利底人管他 我说那怎么行 那加利底人更坏 加利底人不是管他 我就把他们都杀了 那我们也完了 对不对 对神你不能这样做呢 那神的想法根本不一样 对不对 神说我也要管教 这个加利底人 但是神在哈巴古书的 二章第四节说了一句著名的话 说 但是 为一人 因信而生 那就是说 不管环境怎么恶劣 神会保守他的儿女 当时在 雅哈王和耶喜别的时候 那是非常恶劣的时代 雅哈王耶喜别当选了 不是当选了 他们就当了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君王了嘛 非常非常坏 这个耶喜别 把神的先知全部杀 然后他弄了一大堆八例的先知 在他这个皇宫里拜偶像 那神就在那么恶劣的环境 神告诉以利亚 他有七千个上帝的先知 神保守了 神用他的方法 保守他的儿女 在这患难的时候 因着信上帝 得以存活 得以传扬福音 后来我们知道 这个这个以利亚 跟这个巴黎先知的决战 在加密山 那完全的得胜 他把加密的 这个先知 都为老百姓 都把他们杀了 这个所以这个历史啊 经常会重演 日光之下无心事 我们可以看神的作为 像摩西在红海前面说 不要怕 只要站住 我们要看耶华的作为 你们 哈利路亚 感谢主 所以神会实行公义的 就我们讲到第二点 感恩的信心 纪念神的公义和法则 我们看到在诗篇103篇的第六节说 耶华实行公义 为一切受区的人申冤 他是摩西知道他的法则 叫以色列晓得他的作为 这里面讲到了公义的问题 和法则的问题 那弟兄姊妹 我们常常觉得这个 好像神没有公义 这个世界你看坏人 在欺负好人 好人就无还手之力 这个世界坏人常常的得势 让那些爱主的人 信主的人 那些这个 却被欺负 那在我们的国家也是 我们看到很多不劳动的人 他们 他们这个吃喝玩乐 那些劳动人 交很多的税 辛辛苦苦 我们看到那些 华尔街的大亨 我们看到高科技的大亨 他们富可敌国 他们却拿钱做不公义的事 我们看到美国的媒体 不讲真话 讲的都是一方面的 不信上帝的语言 那对那些神的仆人 对那些神所拣选的人 他们恶意的攻击 那我们觉得 这世界有什么公义呢 有什么公义呢 我们常常祷告呼求 像哈巴谷一样 呼求神 但是这里边 诗篇103篇 大卫告诉我们 神是实行公义的神 他实行公义 他为一切的 所有的受屈的人申冤 受屈的人呢 在原文就是受欺压的人 他们受到了不该的 不该有的对待 那神会为他们申冤 因为人在掌握真理之前 并不能证明 自己所发现的是真理 所以呢 有些人没有可能 发现最高的真理 真理可能是启示 所以神就亲自的向人 启示他的法则和他的作为 那这个法则 摩西的世界 就是神所颁布给人的法则 所以我们 这个要 除了神以外 不可以有别的神 不可以拜偶像 然后不可以杀人 不可以奸淫 不可以做假见证 不可以贪恋别人的财物 所以上帝给我们的 这个颁布的实践 就是他给我们的法则 需要我们去遵守 那如果我们违反了这个实践呢 那上帝用他的方法 他的实践 他的公义 要彰显在你的身上 所以我们 所以圣经说 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 很多弟兄姊妹 最近也是很忧愁 但是我说 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 因为当神的日子到了 神必实行公义 圣经说的 他实行公义 为一切受居的人深远 所以我们这些受居的人 包括现在国内 最近感恩的节纪 我们也写了一些卡片 寄给国内的弟兄姊妹 坐牢的 给王仪牧师 给很多坐牢的弟兄姊妹 那些被不公不义 关到监狱的心炫 深炫 淋雨的弟兄姊妹 我们都 这个卡片不重要 但是却成为他们的安慰 如果你在监狱里边 你坐牢 每天受着不公的待遇 结果你接到一个爱的卡片 那个卡片 会对你多大的安慰 多大的盼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弟兄姊妹 我们把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 就是给了耶稣基督 就是给了他 所以我们要做 我们该做的事 你国内如果你有亲朋好友 为了真理在坐牢 为了信仰在坐牢 那你应该在感恩节的时候 不仅为他祷告 也做点实际的行动 给他寄个卡片 如果有能力 要国内的朋友 给他送一点金钱 让他在监狱里边 能感觉到爱温暖 没有被遗忘 这个非常重要 很多人 他能够生存下来 就因为他有希望 他有盼望 他能够生存下来 哈利路亚 感谢主 所以神会为 王一牧师神渊 神会为 所有的为了信仰的缘故 训道人神渊 圣经讲到说 启示录的时候 在圣殿 在那个宝座的前面 就有一群人 他们昼夜的呼喊 说神啊 你惩治恶人的日子 我还要等到几时呢 那这一批人 圣经怎么说 说那是训道人的灵魂 那些见证者的灵魂 见证者在原文就是训道者 他们在神的宝座的前面 在祭坛下面昼夜的呼喊 提醒上帝要实行公义 所以我们相信我们的神 是实行公义的神 你们 所以我们有盼望 我们看八节到十二节啊 这个是非常美的经文呢 八节到第十二节 他怎么说 说 耶华有怜悯 有慈爱 不轻易发怒 却有丰盛的慈爱 耶华有怜悯 有恩典 却有丰盛的慈爱 他不轻易发怒 他没有按照我们的过犯 待我们 有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 如果圣经说 如果神要按照他的公义 来追讨我们 没有一个人在上帝面 也可以站立得住 所以我们要感到 感谢神 他有恩典 有慈爱 他不轻易发怒 他也没有按照我们的过犯 待我们 他是按照他儿子的保血 来遮盖了我们的罪 洗净了我们的罪 在他的儿子的十字架 在十字架 在他儿子的身上 上帝公义得到满足 我们感谢主 所以呢 我们要这个纪念 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 所以我们感谢神 他的慈爱 原文翻译上是不变的爱 不变的是盟约中的用语 为什么他这样爱我们呢 是因为他跟我们 立了个永远的约 就是我们做他的子民 他做我们的上帝 所以呢 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有怜悯 他不轻易的发怒 就是他拣选了我们 与我们立约 他就知道 我们活在恩典之中的人 可以不断的成长 不断的人 所以神拣选我们这些义人 罪人成为义人 拣选我们成为 神的儿女成为新造的人 那我们就不至于再犯罪 我们可以在神的爱里面得以成长 所以这个诗篇啊 当然想到了这个第十一节的时候 他用了一个比喻 他说天里地有何等的高 他的慈爱像敬畏 他的人是何等的大 东离西有多远 东离西 他像 这个 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 这个指一个东西南北 这个指上下 这个指空间和时间 不管有多大 神的爱都是不改变的 我记得有一次我听到一个男中音唱这首歌 我特别感动 我记得我把他醒到我们教会唱过 这个梁弟兄 他就唱着 这首诗歌可能弟兄怎么会不会 我不知道赶紧我唱给大家 主爱有多少 听过吗 听过跟我一起唱 主爱有多深 这根据这段歌词写的对不对 然后 天地有多么高 天地有多么高 天地有多么远 救助的恨殿 年有多大 无限有多么长 两脊有多么广 救助的恨殿 也有多么长 哎呀 最近说话太多 嗓子不行了 不过这个心情啊 这感恩的心呢 是唱出来了 我真的是感谢神 那当我们唱这首诗歌 我们思想我们是罪人啊 神就是那爱我们拯救我们 这个让我们的罪离我们 像东立西有多远 就离我们多远啊 让我们的罪离我们 让成为圣洁的 讨神做喜悦的儿女 那天地有何等的高 神的慈爱 就何等的大 哈利路亚 那么神的爱比天大 比地大啊 比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大 感谢主 所以我们这位神 与我们立约 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 但我们在感恩这季节 我们是不是应该向上感恩呢 数算 这一年 从一月份到现在 有多少的恩典 数算神在我们工作中的恩典 数算神在我们家庭中的恩典 数算神在我们孩子身上的恩典 数算神在我们教会的恩典 我们的教会 这时间教会经历了一年的 这个疫情 我们没有停止聚会 我们虽然在空中聚会 但是我们也在小组里聚会 所以我们的教会还在继续的发展 很多人因着我们教会的福音的信息 信靠了主耶稣基督 每一个分堂和母堂都在成长 都在成长 而且我们过去一年的奉献 神也供应了我们教会的需要 当然我们还有一些 这个缺口 盼望弟兄姊妹年底 凭着信心感的心来奉献 来这个保证神的家 有粮 可以保证我们继续可以传扬福音 来建造主耶稣的门徒 那我们教会在这个艰难的时候 还成立了一个神学院 我们华雅神院去年招了159位学生 这个来自于世界的30多个国家 美国是最多的 其次加拿大 我们还有日本 澳洲 纽西兰 新加坡 中国大陆 我们很多的神学生在我们这里接受造就 那明年我们就第一批的学生毕业 他们就可以进入合场 开拓主耶稣的教会 完成主的使命 所以数算过去的一年 我作为主任牧师 我心存感恩 我特别感谢教会的长老 执事 小组长 感谢我们教会的传道人 各个分堂的传道人 他们忠心的侍奉 和我同心的侍奉 在基督里面一同来成长 不管高山低谷 神都带领我们走过 在主的爱里面 哈利路亚 好 我们感谢神 我们唱一首回应诗歌 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 这是回应诗歌 是我的心 你要称颂耶和华 好 现在弟兄姊妹在我们唱回应诗歌的时候 如果你有感动 你是目到有还没有信耶稣 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 在这感恩的日子里边 你就写一 我们为你祷告 如果你愿意向神 向上感恩 不管经历什么 你说神啊 我向你向上感恩 求你愿意拿我感恩的心 你就写七 愿神来纪念你 好 我们唱这首回应的诗歌 你要在回应诗歌中 我们一起来回应 跟着这个诗歌一起来唱 一起来赞美 一起来感恩 录像